你好,今天我会给你展示如何讲Blitz Report功能分配给用户。 刚按转弯,Blitz Report功能还不再到行条目中, 所以Blitz Report的想法是要在所有导航菜单中都有。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运行一个并罚进程,叫做 Blitz Report Update Menu Entries 那这个程序是在系统管理员的职责下,你通常可以用默认参数来运行。 就这样。 当你用默认值运行时,他会将Blitz Report功能添加到 所有活跃指责的所有导航菜单中。 活跃指责意味着至少有一个活跃用户分配给那个指责。 他还会把旧框架功能添加到所有纯HTML的导航菜单中。 指责。 所以在你的旧框架到航火旧框架指责中, 你会有旧框架版本的Blitz Report, 而在表单指责中,你则会有表单版本的Blitz Report。 让我们看看当我们切换指责是否能看到。 这个过程通常运行得很快。 让我切换到通用讲师指责。 好的,现在我们看到Blitz报告在导航菜单中, 而且我们还看到定步的Excel图表也变得活跃。 在安装后,Excel图表是灰色的, 因为要访问这个Excel图表。 你需要在你的导航中有彩蛋条目, 一访问Blitz报告功能。 所以我们可以运行 作为测试的优秀报告。 你可以看到之前状态是刮期, 现在它正在运行。 那几秒后,它应该给我们显示数据。 好的,现在完成了,看来正在运行。 是的,这是一个事例报告。 这意味着现在所有用户在所有导航菜单的任何职责中, 在导航术的魔端都有Blitz Report功能。 他们也可以从这里的Excel图表访问。 然后,默认情况下, 每个人现在都有用户访问权限。 这意味着他们只能运行起账户登录责任中 有访问权限的报告, 例如总账用户或总长责任中的用户, 只能运行财务报告等。 为了给您的开发人员更高的访问权限到Blitz Report, 有一个叫做Blitz Report访问的配置选项。 不同级别的配置选项,让我首先给您展示一下。 配置选项,让我们进入配置系统和系统管理员。 让我们为我们自己的用户设置一个比我们目前更高的值。 我们以他的管理员身份登录。 这里您看到的是配置选项名称, 它是Blitz Report访问。 安装后的模仁是在现场级别的用户。 用户是最低级别的, 并且您有四个不同的级别。 用户只能运行他们有分配的报告。 这意味着他们只能运行他们具备访问权限的报告和账户责任。 他们不能修改SQL查询, 用户管理员可以运行任何报告。 但他们无法修改SQL查询。 开发人员可以修改SQL查询, 他们可以创建新报告等等。 但他们有一个限制, 就是不能修改上传功能。 为了维护和创建上传, 您需要拥有最高级别的系统。 这些访问级别或配置选项值, 也在开发者知难中有解释。 如果您去我们的网站, 然后再次下方的配置选项部分, 您会看到配置选项名称和不同级别的解释。 如果你没有设置默认知, 你将无法运行任何报告。 我稍后会延时, 这也用于控制许可证的使用。 因为每一个可以运行报告的人, 第一次运行时, 都会消耗一个可用的许可证。 让我在Blitz Report屏幕上给你展示一下, 如果您有。 我还没有为自己设置配置选项, 所以我们还不能访问设置屏幕。 让我现在就做一遍我们能设置配置选项。 为我们自己的用户设置一个更高级别的报告访问权限。 这是管理员。 那我会为这次管理员设置它, 所以这是系统的最高级别。 这以为着当我们现在, 我想我们需要切换一次指责。 当我们现在访问Blitz报告时, 我们看到这里有个设置按钮。 设置按钮后面是设置屏幕。 现在我们有了完全访问权限。 这意味着我们可以修改SQL查询, 也可以修改参数, 或者我们可以控制分配, 分配控制了那些用户群体可以运行这个报告。 分配可以在不同层次进行站点级别, 应用程序级别等等。 安装是我们在应用程序级别和表单级别提供默认的分配。 但你可以根据需求修改它们, 或者你可以添加你自己的分配。 不过我想展示的是虚可证的实用情况, 所以在安装之后, Blitz报告安装了一个测试虚可证迷药。 这个许可证对四个用户有效期为三个月。 你可以在这个数目中看到活跃用户, 你可以双击查看。 现在因为我运行了一份报告, 我们应该有一个, 我们应该看到系统管理员。 这里只有管理员是唯一活跃的用户, 就像这样。 所以你每个运行报告的人, 有全运行报告的人讲自动消耗一个可用的许可证。 如果你想要控制这个, 比如说如果你有成千上万的用户, 但只有几百个Blitz报告许可证, 那么你可能会希望控制那些用户可以运行报告。 为了做到这一点, 你可以 清除网站级别的Blitz报表访问权显设置。 这样就可以组织用户运行报告。 让我验试一下这是如何操作的。 就是这样。 我们也需要散出我们自己用户的设置。 系统管理员。 让我完全散除它。 所以如果你有一个非常庞大的用户群, 并且Blitz报告许可证数量有限, 你就需要从站点级别清除用户值。 这一位找当你尝试运行报告时, 让我去 现在切换到不同的职责。 你现在会看到Blitz报告才单条目从导航中消失了, 而且Blitz报告图标也不再可用, 它是灰色的。 这样你就无法控制那些用户可以运行报告。 我这些不同的设置在开发者之南中也有解释。 所以有一个部分关于配置选项设置, 然后特别是关于安全性和用户配置文件。 因此Blitz报告的安全性分为不同的级别。 首先你可以控制那些用户拥有哪些访问权限, 这是Blitz报告访问配置选项。 然后你可以控制那些用户可以运行那些报告, 这通过这里的分配来控制。 这就是我之前展示的界面, 然后你还可以控制在报告中那些用户可以访问那些数据等等。 这在这里解释了, 还有为你的Blitz报告用户提供用户许可证的不同方式。 这个是在这里的用户许可证分配部分进行了解释, 安装后的默认设置是, 你在现场级别设置了Blitz Report访问权限配置为用户, 这意味着它是一个自动的许可证分配。 这任何运行报告的人都会占用其中一个许可证, 而且他们至少会保留这些许可证留10天。 但是如我所说, 如果你的用户非常多而许可证有限, 你可能想要手动分配用户许可证。 然后你可以在现场级别清除Blitz Report访问权限配置, 分别在用户级别分配。 这就是Blitz Report用户许可证管理的简要介绍。 如果你有更多问题或者需要配置帮助, 请联系我们, 我们可以组织一个电话回忆。 感谢你的观看。